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此向我们的观众问大家新年好 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在本周五要举办 那么我们今天来聊一下这一届奥运会的一个热点话题 奥运会和中国的人权问题 国际奥委会在他的网站上这么宣布的 任何时候都承认并维护人权 那么基于国际奥委会对于人权的宣誓 那我们又正好遇到了中国的新年之际 我们是否可以指望这是一个契机 能够帮助目前在中国监狱的身患重病的沾长回家过年 还有被监禁的人权活动家郭飞雄先生回家过年 维尔学者伊利哈姆从2017年到现在腰无音讯 他的女儿最近在美国之音接受采访 说他不知道他的父亲的死活 那么能不能借助这个冬奥会这个契机 帮助他找到他的父亲 关于中国的人权状况 国际奥委会的公关组在跟美国之音的一封邮件中 是这样说 基于我们从北京2022年所看到的东西 我们此刻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就劳工条件 多元化环境 媒体报道和看议权利等方面的落实情况 那么既然如此 为什么人权观察批评国际奥委会违背人权的承诺 呼吁抵制这一届冬奥会 美国等西方国家 为什么又会基于北京的人权状况 对这一届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 那么基于北京跟国际奥委会的老朋友关系 是不是国际奥委会对待中共的人权问题上 搞例外 这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 那么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 第一位伊犁夏提先生 大家好 伊犁夏提先生是世界维吾尔大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维吾尔流亡作家 目前在美国的弗吉利亚 第二位是曹亚雪女士 她是英文晚账改变中国的主编 她来自华盛顿 曹亚雪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好 春节快乐 在此也问两位嘉宾 新年好 第一个问题呢 我想请问曹亚雪女士 这个对冬奥会的外交抵制 或者全面抵制呢 都是基于一个比较有共识的理由 那就是中国一系列广泛的对人权问题的侵犯 那么在这个人权案件中呢 我觉得目前国际社会比较关注的 一个是张展 一个是郭辉雄 那么这两个人的情况呢 你要比较了解 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想说的是张展的情况呢 我们现在是没有任何新的消息 我们有一个朋友 共同的朋友 11月中曾经和他母亲通过话 但是他母亲呢 就是说 说的很少 也没有透露什么 他目前还在狱中 那么在11月之前 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张展 病的 不是病 就是说他因为长期的在半绝食状态 他已经非常非常虚弱 就随时可能有生命威胁 那么本来在此之前呢 他的家人 他的哥哥 还在推特上 曾经有一段时间 还发一些他的照片 后来到了11月以后 就杳无音讯 我们呢 就怀疑和这个要开冬奥 要压制他们的声音有关 所以张展目前 我们就是没有消息 还有一位武汉的公民记者 方斌 方斌先生 他也是因为报道武汉疫情被抓 他目前 他自从这个2020年2月被抓以后 就杳无音许 没有任何消息 我们也是在呼吁 也没有任何消息 刚才你提到郭飞雄 其实案例特别多 我们就来谈一谈郭飞雄 那么郭飞雄呢 他在过去15年 他是有11年是在狱中的 两度入狱 他2019年出来以后 嗯 嗯 大概到2021年初 他的妻子张青 在美国生活 是在我们华盛顿外不远的 马里兰州 呃生活 然后他被确诊癌症 那么在2021年初到 就过去2021年这整年 郭飞雄都在试图 来看望妻子 都给李克强写信 国际学者呼吁 都没有能够成功 中国就是阻止他在这个机场 把他拦下来 他有和他是自由公民 他有护照 有合法的签证 就是把他这样硬生生的 给拦下来 那么他的妻子张青呢 今年的1月10号 就是大概三个星期前去世了 然后呢 郭飞雄自己呢 在去年的12月5号 又再次被抓 受他煽动颠覆 到目前为止 我们甚至连 郭飞雄他甚至连 是否知道妻子已经顽固的消息 我们都不敢确认 所以目前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我看到西方媒体 还关注这个谢阳律师 和唐吉田律师的情况 这两位一个被抓 一个失踪 他们都是中国著名的人权律师 另外呢 国际媒体也关注 中国记者被监禁的这些情况 这些方面的情况 你能给介绍 对 谢阳律师呢 他前不久呢 去这个探望 有一件很轰动的社交媒体上 很轰动的事件 就是李田田老师 湘西李田田老师事件 那么谢阳呢 他因为本身是 也是湖南律师 住在长沙 他就去了 他就去为李田田老师呼吁 发了视频啊 照片啊 那么前不久呢 谢阳就突然就被抓了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也不知道谢阳的情况 据说他被指控 煽动颠覆 反正动不动 现在就是煽动颠覆 但是可以判断和声援李田田老师有关 那么唐吉田律师呢 他是去年的人权律师节那一天 12月10号 在去欧盟参加这个国际人权日的聚会的时候 在路上还没到呢 就被抓走了 那么欧盟使团呢 在北京的欧盟使团 一直非常非常关注这个事情 到目前为止 我们也没有任何唐律师的消息 大概知道他的前妻和他通过一两次电话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女儿也是生命垂危 就是处于一个昏迷状态 已经大半年了 在日本 那么他的前妻可能 因为女儿的关系和唐律师通过 在他被拘押以后通过一次话 那么最近透露出来的一个 可能是从那次通话的一个照片 唐律师非常憔悴 但是人在哪里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比较可怕的是 动不动就颠覆政府 这就比较可怕了 那么伊丽夏琴先生呢 您是这个维吾尔的 这个著名的这个政治活动人士 那么呢 你也经常出来讲新疆的人权问题 那么这一次呢 关于新疆问题呢 这是大家关注 最为最为关注的一个事 人权观察呢 今年发布的这个报告呢 指控中国在新疆 犯了危害人类的罪行 那么英国的一家呢 独立的法庭呢 维吾尔法庭呢 上这个前不久呢 得出一个结论 说北京在对维吾尔的做法呢 等同于种族灭绝 那么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国家政府呢 也是基于这个理由 对冬奥会进行了外交抵制 那么舆论界的批评呢 这一届冬奥会呢 是习近平的种族灭绝 运动会 都跟新疆的这个 人权状况有莫大的关系 那么我认识的这个 伊利哈姆德女儿 菊尔呢 最近也在美国之音 寻找她的爸爸 她说自2017年以后呢 就再也没有见过她父亲 不知道事事事活 所以说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新疆的这个种族灭绝呀 或者法人的罪行 和菊尔找她父亲的 这方面的情况呢 可以 谢谢主持人 提到这个维吾尔人的问题 以及维吾尔种族灭绝 到目前为止 从2020年1月19号 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先生 第一个 以政府的名义 做出结论 中国在东土厥斯坦 对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的暴行 已经构成了反人类罪 和种族灭绝罪以后 相继有八个国家的议会 加拿大 英国 法国 荷兰 立陶宛等等 议会呢 已经做出决议或动议 也认定 中国的暴行 已经构成反人类罪 和种族灭绝罪 再一个呢 就是去年的12月的9号 在伦敦的维吾尔独立法庭 这是一个 有国际知名的法学家 社会各界的精英 也就是大学的老师 社会各个 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 等等组成的这么一个法庭 经过三场 现场 网络 听证 包括了对 集中营幸存者的听证 以及 亲人失踪 海外维吾尔人听证 专家学者的听证 最后也做出了 在12月9号做出了 中国的暴行 已经构成 种族灭绝罪 反人类罪行 那么这个的具体例子呢 那就是像 焦哈尔正在寻找 他的父亲 伊利哈姆 图和地一样 伊利哈姆老师呢 从被抓捕以来 从2017年开始 他的家人 没有办法去监狱探望他 也不知道他的死活 小哈尔作为一个女儿 从一个小女孩 成长为今天的维吾尔活动分子 等于是在寻找他父亲的过程中 他成长为一个人权活动分子 我本人 我的母亲从2016年8月份 最后一次和我通话以后失踪 到目前为止 遥无音信 我不知道他的死活 如果我们看 在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中国领事馆门前 有将近100多个维吾尔的年轻人 在每天举着牌子 要父亲 要母亲 要儿女 要丈夫 要妻子 这个现象呢 不仅仅是在土耳其 在欧洲 在荷兰的 阿姆斯坦的一个广场上 一个维吾尔人寻找亲人 已经有一年多了 哈萨克斯坦阿拉姆图 有十几个哈萨克维吾尔人 在寻找亲人 也已经有一年多了 这些都证明 东土厥斯坦 维吾尔人种族灭绝的 这种暴念 是极其严重的 已经到了 让我们在海外的维吾尔人 无法进行正常的生活 我们都是 基本上 我可以说从精神上 我们也都在集中营里头 因为当你听不到 你亲人的消息 看不到他们的任何死活的信息的时候 那你的生活 也是一个在危机中的生活 任何一个中国人 或者是中文的使用者 在今天的晚上 或明天的早晨 他们可以拿起电话 向他在中国境内的亲人 拜个年 祝贺一下 预祝父母亲人健康平安 而维吾尔人 我们已经有长的 有六七年 七八年 短的也已经有三四年 不能向亲人 至此 不要说至此 连他们是否活着 在哪儿 我们都不知道 我的母亲 失踪 那我的三个妹妹 有两个妹妹和她的丈夫 儿女 在一个集中营 我是通过另一个集中营 幸存者 才得知 我的两个妹妹 是在那个集中营里头 还有一个妹妹 也是和母亲一样 遥无音信 那么像这样 我们在寻找母亲 父亲 儿女 丈夫 妻子的维吾尔人 成千上万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 多利库奈莎先生 在从2017年到18年 前后 先听说她父亲死在集中营 然后是她母亲 死在集中营的消息 去年是她的兄弟被判 无期徒刑的消息 这就是今天的维吾尔人 面临的种族灭绝 这个不是简单的一句 人权践踏 或者人权侵犯 可以涵盖的 这是一个人类的灾难 人类的灾难 这是在人类 违背自己的承诺 也就是在二战以后 经过犹太人大屠杀以后 人类承诺 永远不再重复 这一个悲剧 但是今天 在星期五即将举办奥运会的中国 这些人类的悲剧 正在重演 没有任何的改观 谢谢伊利哈姆先生 他说这个事情 新疆发生的事情 不是人权践踏 这四个字可以用来形容的 而是人类灾难和悲剧 它的这个高度 比我要高得多 谢谢 那么我想问 这个伊利哈姆先生 中国政府 是否最近对联合国的人权专员 去新疆的行动 有所松度 透露出的信息是 在这个奥运会之后 有可能让这个人权专员去新疆 那么联合国人权专员 这边的消息是 他们正在就这个访问中国的事情 进行一些细节 一些协商 那么这个信息你怎么看 能不能带来一些点点的希望 我对这个不抱任何的一点的希望 因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曾经从去年开始 一直就在说 他们有一个报告 有关东土杰斯坦 维吾尔人面临的这种 按他们的说法 是人权灾难的这个一个报告 那个报告呢 从去年的年初说要发表 一直到7月份说 大概一个星期发表 然后我记得12月份 在12月9号 伦敦的维吾尔法庭 做出决议以后 一个星期以后 人权高专的发言人说 我们在一个星期以后 将发表这个人权报告 但是到今天为止 这个人权报告没有发表 这就说明联合国人权高专 也被中国政府用各种威胁利用的方式 在操纵他们 那么这个人权报告 我现在听说的是 可能会在奥运之后发表 和这个奥运之后 会可能会人权高专去东土杰斯坦 去看这个是相关的一个新闻 那么高专能不能去城 奥运会以后 中国会不会违背承诺 我确信百分之百的中国 不会让他去 不会按照他们要去的那个条件 允许他们去 因为联合国的希望是 无干扰的去进行看去采访 而中国政府一直在说的是 不能带着调查的目的要去 所以呢 我相信连欧运会之后 这个承诺很快 就像承诺香港50年不变一样 他会以某一种理由 或者干脆就没有理由的 就拒绝联合国 那么这种可能性 基本上是在90%到100%的可能性 所以我对联合国的这种 放出的现在的这个信息 不仅不抱希望 我说了说一句真心话 我觉得联合国早已经 失败的一个机构 这是一个失败的机构 他从来没有能够 在改变人权方面 做出任何一个有效的 实质性的一个措施 特别是当这一事件 牵连到中国的时候 联合国已经成为了 中国控制下的一个傀儡机构 尤其是联合国秘书长 到今天为止 在这么多的机构 这么多的国家 做出了认定 这是种族灭绝的前提下 还要去参加这个奥运会开幕式 从来没有谈过一句话 有关维吾尔任问题 那么我觉得这个联合国秘书长 是一个失败的一个人 组织也是已经失败了 伊丽夏先生完全不看好 联合国人权高专 去中国进行调查这个事件 对联合国体系 进行了一个痛批 那么下个问题 我想请问这个曹亚雪女士 你是研究人权的 那么这个国家委会 这一次在中国办奥运 很多人对他抱有期待 就像我前面谈到的 他自己 他说他在任何时候 都承认必维护人权 就像奥林匹克宪章 基本原则和国际奥委会 道德守则中所记载的那样 写得清清楚楚的 但是呢 他在跟美国之音的 一个电影里面又说呢 国际奥委会呢 既没有权力 也没有能力 去改变一个国家 法律或制度 鉴于奥委会的多元化参与呢 国际奥委会 必须在全球政治意地上 保持中立 所以我感觉啊 国际奥委会 是否在这个人权问题上 它这个东西 它本身就陷入了一个 理论上的这种怪圈呢 国际奥委会怎么说呢 国际奥委会实际上是被中国 刚才伊丽夏提说到 联合国被中国侵蚀 国际奥委会的被中共政府侵蚀的程度 还要高于比这个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的 渗透和操纵情况还要更加严重 为什么呢 因为奥运会涉及到很大的利益 非常多的钱 所以中国呢 从萨玛兰奇开始 就一直对国际奥委会 实际上是在做着深度的工作 天津吧 好像天津有一个萨玛兰奇的一个什么纪念 体育设施 然后中国专门 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这样做的 它专门在国际奥委会的这个总部 洛桑 设有专人住 住在那里 然后有专门的办公室 在那里做工作 其实一个最最清楚的例子 就是奥委会 国际奥委会 自愿的 主动的 和中国配合的 充当中共的这个 喉舌 在最近有一个事情上 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就是彭帅事件上 在彭帅事件上 奥委会不仅一次 国际奥委会不仅一次又一次 暗期出来 在每一个节点上出来 为中共站台 说这个 我们和彭帅说了 我们和彭帅见面了 我们和彭帅打电话了 彭帅非常好 我们更注重这个 quiet diplomacy 就是静默的 沉默的外交 换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be quiet be gone nothing to see 就是静悄悄的 甭提了 彭帅一切都好着呢 而且 国际奥委会在彭帅事件上的声明里面 居然用了这种 王毅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 所用的那种措辞 什么 people centered human rights 什么的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 国际奥委会和中国的这种交织 从他的发声明的用语 到他的这个 在不同的时刻出面来做的一些声明 你就知道他已经是深刻交织 可以说是被中共买得妥妥当当的 所以 这个这个 我还有问题问一下 伊丽莎先生 他不仅啊 就是 在这个 人权问题上 他陷入一个怪圈 同时呢 他从他跟美国之音的电邮里说呢 他说这个 国家委会的 努力推动人权工作 并就 美国奥委会的 组委会 就劳工条件 多元化 环境媒体报道 和看益权力的议题 进行密切合作 针对这些意义呢 我们认为北京 奥运 所看到的所有东西呢 没有理由 怀疑他们的落实 所以他不仅不是一个 怪圈的问题 他在某一上 在为北京的人权状态 进行背书 恰恰在这一点上 人们看到的北京人权 和奥委会背书的人权 是不一样 那么 伊丽莎先生 你怎么看呢 我完全同意 曹野学女士 刚才的分析 奥委会 尽管说 他不参与政治 他要保持中立 但是在彭帅事件上 他很明显的 在参与到中国的 政治迫害当中 他成为了这种 政治迫害的一部分 而且呢 奥运会在经过了 1936年 柏林奥运会 给了法西斯 纳粹 一个在世界上 显示他的机会的 这样的一个教训的基础上 今天还在继续 支持中国的这种种族灭绝 奥运 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然后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 2008年的奥运 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 当法国总统 萨克吉提出来 如果中国不和尊者达赖喇嘛会面的话 进行对话的话 他们将抵制 那么很快中国 一个是在国内组织反法的抵制游行 然后呢 又重重的在2008年奥运之前 和达赖喇嘛尊者的使者会面 然后呢 奥运完了 现在呢 再也没有会面了 就是说 他的这种游戏 是玩的 像世界各种机构呢 让他们配合玩这种政治游戏 中共是娴熟到家了 而这些国际奥委会也好 其他的一些国际组织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在配合中共方面 早已经变成了中共的宣传部 或者是有些时候 比中共宣传部还积极的 这样的一些机构 这让人真正的是不耻 它是在重复1936年的奥运 这是无法令人接受的 所以我们呼吁 抵制不看奥运 好 谢谢啊 那么这个奥运会呢 他说我就是一个民间组织 你连西方政府都拿中国没办法 这是我们下个要关心的问题 这个有舆论说 这个西方政府在抵制北京的时候呢 奉行的是中庸之道 只对北京的这种行为呢 做非常小的外交抵制 那么美国的企业呢 在对北京进行赞助 那么被批评为一种 软性种族灭绝的否认者 还有一些呢 能学者 你像这个亿望富豪啊 说没有人关心这个新疆问题 所以说这是一个社会风气 那么你要奥委会 在这种情况下去面对中国 对奥委会公平吗 曹小轩你看看怎么看 这不存在什么公平不公平的问题 实际上在这个2022年冬奥会选址的这个过程当中 美国国会就已经有多个预言给国际奥委会写信 多个人权机构写信 希望他这个冬奥会不要在中国办 那么国际奥委会仍然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 所以我觉得国际奥委会就是它是非常明确的 它是和中共非常一步一步都是在配合的 它是不愿意去站出来有这样一个立场的 而这种没立场本身就是一个立场 就是一个对极权制度的一种背书 一种支持 一种就是说同气相求 在为了经济利益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界真的是 非常令人失望 失望 那最后一个问题呢 我想问伊丽夏婷先生 这个纽约时报呢 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 说这个国际奥委会跟中国呢 是一对共生互利的老朋友 一说老朋友我们就到底怎么回事 一般是国际有人跟北京的关系 那么国际上的这个老朋友啊 会不会让奥委会在对待北京的人权问题上呢 网开一面 因为呢 它在对别的问题上 它并不是不救人权发生的 从它的历史来看 那么国际奥委会 国际奥委会是不是在北京的人权上奉行的是中国例外 这样一个理论 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中国例外 或者我们可以说金钱例外可能更好一点 更贴切一点 不管是那些亿万富翁大公司也好 这些人都是金钱例外 当金钱到了的时候 他们把人性撇开 就像刚才曹野鞋女士说的一样 这里都不存在公平不公平的问题 是有没有人性的问题 当金钱玷污了人的灵魂的时候 这些人就把这一切都撇开了 就完全是用金钱来衡量一切 但是人类不是这样 维吾尔人也并不是没有人 没有人care 维吾尔人从2017年开始 动员事件 我们现在不仅是有 在各个国家的议会里头 有人为维吾尔人发声 政界里头为维吾尔人发声 包括大学民众里头 为维吾尔人发声的人很多 这些人都是有灵魂 有人性 有道德的一些人 和这些奥运会也好 一些大公司的 他们认为 这一切都没办法抵制 这些人不一样 那么这些大公司 包括奥委会的这些领导 是把钱当做了主要的 一个他们的追踪的目标 地底下先生 我们时间到了 那么今天这个十字大家谈节目 我们就进行到此 两位嘉宾发表的观点 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这是主持人陈小平 再次问两位嘉宾 和我们观众心联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